历未记第24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点灯用的炸成的纯净橄榄油 拿来给你 使灯火常燃 在会幕中法规的慢字外 亚伦要使这灯 在耶和华面前通宵达旦的常燃 这是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亚伦要不断地在耶和华面前 整理纯金灯台上的灯 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 每一个饼用2公斤细面 你要把饼摆列成两排 每排6个 放在耶和华面前 晶晶的桌子上 把纯乳香放在每排饼上 象征这些饼 做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每一个安息日 亚伦都要把饼摆在耶和华面前 不可间断 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约 这饼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他们要在圣洁的地方吃 因为这是至圣的 在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 他永远的奋 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父亲是埃及人 在以色列人中间出入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在营里和一个以色列人争吵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亵渎耶和华的名 咒诅耶和华的名 人就把他带到摩西那里 他母亲名叫士罗密 是弹之派底伯利的女儿 他们拘留看守那人 等候耶和华给他们的指示 耶和华对摩西说 把那咒诅圣名的人拉出银外 听见的人都按守在他头上 然后全体会众要扔石头打死他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咒诅神的必担当自己的罪 亵渎耶和华圣名的人必被处死 全体会众要扔石头打他 不论是寄居的外人或是本地人 如果亵渎圣名必被处死 打死人的必被处死 打死牲畜的必要赔偿牲畜 以命偿命 如果有人使他的同伴伤残 他怎样待人 人也必怎样待他 以伤还伤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他怎样使人伤残 人也必怎样使他伤残 打死牲畜的必要赔偿牲畜 打死人的必被处死 无论是寄居的或是本地人 你们都应一律对待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告诉了以色列人 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出营外 扔石头打死他 以色列人遵行了耶和华给摩西的吩咐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